來請同學翻開我們的課本 我們繼續直接從那個上一次我們給同學講的那個函數極限 直接切入因為 我想要考止考同學也不少 如果 要考止考同學我們就專心的把 那個第五第六冊先把它 做很精準的 讀書那如果 如果屆十四月學冊上的同學 老師真的非常那個恭喜跟開心啊 那如果學測已經有上了同學就把維基論上完就好然後 讓指考的同學我們再 那個凝聚一點多上一些三顆星以及 五六測會考的方向 那 那個 同學如果在數學課業上對於指考方向 還有什麼需要老師協助的話再請 私底下給老師做 那個討論 那請同學翻開我們課本67A 第一個Limiter S 趨近於2 這個在講函數極限 我們先看個兩三題 老師今天還會再講那個 左極限右極限 因為函數跟數列 差一點在 數列是一個一個 那函數是 非常用非常 稠密或者 比稠密更 稠密的完備來作為靠近的方向 所以我們今天給同學繼續講的是這個 函數的極限 那黑板上第一小題 Limiter S 趨根號2 除以這個 X加6 開根號 減根號8 那首先一般 各位同學看到函數極限來講的話 一般先利用 該值 該值 帶進去 那個式子裡頭 像2加6就 根號8 根號8減根號8分母0 分子根號2減根號2 分子也是0 所以這裡呈現0分之0 未定式的情況 所以 第一個Key 0分之0 所以未定式 那未定式的話你就要化減 所以原式會等於 第一個 在X7G2的情況下 分母是有理化 那分子 分子是有理化的動作 然後跑到分母乾脆我稱它為無理化好了 所以 分母有理化就乘以 A減A加B 所以就變 A平方減B平方 然後 分子當然也乘以 根號S加6 再加上根號8 第二 分子 藉由分母那一種動作 我們把 分子乘以根號S加2 所以分子就會變成 A平方減B平方 然後 然後這裡就變成 X加上根號2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那個 2的因子就會被消掉了 2的因子 X等於2的因子 因為 剛才我們的 觀念跟架構還有 我們帶進去的動作 其實在 觀念的呈現上 就是因式定理 所以像這裡帶2進去的話 它其實某一種 角度上就是說 X-2是它的因式 然後這裡 加6-8 當然就是-2 -2對-2消 所以對於原式來講的話 就會變成S 屈具於2 這裡 根號S加6 加上根號8 除以根號S加上根號2 那這時候已經不再是0分之0 以 X-2來講的話 它是 可能 1.99999 可能 2.00001 然後不管是1.99999 或2.0001 帶進來這個極限值都稱為 根號2 所以分母就是 兩個根號2 分子就是兩個根號8 所以就等於2根號2 分之2根號8 所以上下 除以 2根號2 答案就是 2 所以本題的極限值是2 那數列我們是藉由 譬如說像 一直不斷地地增 一直到 某一個界線 我們有把它 阻止下 在我們上次講的是 時數的完備性 假設有一個時數數列 它是地增 然後有 上界 上方的界線 有 有某一項把它阻止起來 讓它始終跨越不了 那這一種的話 極限值存在 那其實在 函數裡面 老師這裡做了一個動作 x 趨近於2 1.999 以及2.001 它其實都不完整 是等於2 這個是函數極限 同學先要 有知道的觀念 但是因為 我們在 1.999 或者 2.001 帶進去 以分母來講的話 都是 極靠近0 所以 我們才會稱為 0分之0 這種未定式 那到底 能不能把那個0的 因子消掉的話 就是藉由 不管是稱為有理化的動作 或者 或者我們指數型 消掉的動作 其實都在驗證它 非未定式之後才能夠繼續做 驗算 然後當然 它的命題就會有呈現像 逆命題的效果出現 所以首先像 這個分式它的極限值是2 但是因為分母是已經 已經是0了 所以第一個原因 因為 Limiter 在x區區於1的情況下 這個分母等於0 所以結論 A倍的x加3 在-v 對這個極限值來講 也應該要是0 所以這個請同學 我們再寫 原因理由 那當然你學會了之後 你的反應就會快速 就不至於需要 耗費這一些時間 你會這樣想 分母是1-1 這裡0 分子的話 1加3就 4開根號 2a減v就應該要是0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速的 得出 這個極限值 2a減v要等於0 這一個式子 2a減v等於0 那因為 是 是因為題目給它等於2 這個 極限值 所以我們才會確定 要是你的分子 不等於0的話 那根本就不會可能等於2 不要講0分之3 0分之7 或者0分之9 我們無法確定 縱使0分之 0.100個0分之1 那還是無限大 還是不存在 還是不存在 所以以 分子跟分母來講的話 這兩個 因為都是極趨近於0 所以導致 我們稱為未定式 他逼近0的情況 不一 所以有可能造成 它是無限大 有可能造成它是0 有可能造成它是2的效果 然後 這個v就等於2a 所以這第1次 第2個 再來 透過有理化 x屈近於1 我們勢必得把這個 造成0分之0的因子約掉 然後 所以老是用v等於2a帶進來 黑板上這個 分子 v等於2a 所以就變成了 a乘以 根號 x加3 減 2 這裏我寫帶入 同學才知道 我的做法 這裏老師 v用2a帶 然後 介石我就可以提出a 在 上下分別 類似像剛才的手法 有理化 這個分母x-1 然後 分子分母同時乘以這個 根號s加3再加上2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你的分子是不是變成了 a加v a減v的效果 這裡 念成a加v a減v 就是老師發現的這個 a減v再乘以a加v 所以分子就變成了 a平方x加3 b平方 2的平方就是4 那同學不用擔心說你這樣有理化以後 找不到那一個零分之零可以約掉的 因式 除非你計算錯 要不然你剛才的零分之零就是判斷錯了 所以假設你剛才有具體呈現零分之零的事實跟效果的話 那是因為我們透過因式定理 所以你把它有理化以後一定有 s減1的因式 當你約不掉的時候 不是你計算錯的話 就是你剛才一開始的判斷出錯 所以這裡 加3減4 的確就是減1這樣來 就是找到那個零分之零的因子約掉 然後我們把1帶進來 4開根號就2 2加2就4 所以4分之a稱為它的極限值 而極限值本題是2 所以導致a就等於8 那a等於8當然b就已經是 那個 在座同學可以算的 所以a加b的話當然8加16就24 那如果真的務必要參加指考的同學 老師這本書極限請務必一提理念 除了說有那個 比如說比較 比較那個複雜的證明體 你才稍微翻一下後面詳解 那像這種 那個極限啊 不管是根式形極限 或者 或者那個 高次型 根式型或指數型的極限 或者像我們裡面有一個 應用問題啊 那個10的n四方它的 正因素和sn 透過那種應用問題來表 考極限 因為你不會曉得 那個 微積分的考題在哪裡 它有好幾個區塊 就好像那個 弱點一樣 好像隨便丟一個地方 考極限也很漂亮 考夾極定理也很漂亮 考 微分的定義也很漂亮 考積分也很漂亮 所以你會發現每一屆的考題 它其實都呈現不同的形態 那都有弱點出現 那以歸納來講的話 就是特別是指考的同學 假以類的 因為假 那個指考真的是一分一分算 你考88跟考95的話 其實不是 15積分的差距 就是7分的差距 7分如果以常態來講的話 其實間距就已經好幾個 不要講好幾十人 我看好幾百人都有可能 所以請同學注意每一個分數 那當然其他學科老師是外行 但是 特別是我看最近同學有時候在 那個放榜 因為放榜我只能 那個同學拿到成績單 我只能下一個橫批 就是為時已晚 所以如果假設我在問你三年前 你剛入高一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你想跟高一同學做幾句話的 那個建構 就好像 那個孔子講的人 不是沒有那麼嚴肅 但是這是孔子講的 人之將死其也也善 你都會想要叫他用功一點 的確是這樣 所以每一個 除非你考75積分 所以你永遠覺得考不好 考74的人覺得 要是多一積分就好了 考73的人覺得 要是多兩個積分就好 所以考14的就希望能夠15就好 所以 就是 真的要考直考的同學 這一個 這120天的話 再好好下 下一點功夫 那剛才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其他學科我外行 的確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 像這屆老師特別有感覺 就是 與我心有七七焉 老師以前就是 數學、物理、化學都特強 然後文科 英文 跟三民主義 就不是很強 這是應該 對照組 一般 很多人都這樣 那 所以我的英文後來 我是 狂背那個vocabulary 7000跟10000 所以我是用看的 所以 老師每次出國 第一句話一定遇到外國 已經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所以 師母才在跟我聊天說 你怎麼每次都這句 我 那 後來我有衍生出幾句啊 就是pattern 要再重講一次 然後再來再衍生出另外第三句 Can you speak slowly 所以老師的英文是broken的 那broken的情況之下 好在啊 我們台灣不是 考 kommersation 好在我們不是考kommersation 所以 我們是那個 我們是考閱讀而已啊 所以基本上至少我就狂背單字 透過閱讀啊 其實可以把那個 裡面的智慧可以把它強調 所以如果跟老師有同樣 同樣造門的同學啊 其實盡量把英文 就是說英文你縱使 這次壓線15級分來講 其實我的 我的看法都還是 要如履薄冰 因為你這次15或者這次14壓線 你能夠在 臨場 再多拿幾分 就多拿幾分 所以 英文是如此 物理是如此 化學是如此 那個生物是如此 社會 歷史地理都是如此 好所以 每一個同學需要的點 都不一定一樣嘛 那我希望同學就是 把你自己所要的東西 就是 你的野心夠大但是你的實踐不夠大 所以這是 請同學注意到你 自己 那個 自身方面所需要的一個 努力的情況 那接下來 立體式請同學勾起來 這都是極限 極限的概念 老師在 講立體5 我們就要講連續的觀念 我心理不公平 我心理不公平